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,第十一集更新了,可以看到沈默在完成碎尸案,达到假死脱身的目的后,就准备带着傅卫军和王阳这两位家人一起出逃。 但是傅卫军明白,沈默的计划就是个美好的幻境罢了,他们三人怎么可能轻松地逃离,在新的地方重新活一次。 傅卫军这个人,是有问题,但不可否认,他讲义气,更看重沈默这个姐姐,他清楚,必须有一个人抗下所有的罪责。 这人不可以是沈默,也不可以是王阳,王阳已经帮他们姐弟够多的了,不能继续拖累王阳。 因此傅卫军只能选择自己主动被抓捕,他特意去取钱,就是等着被抓,之后他公认自己杀了岗伤,沈默就可以安全逃离了。 王阳的问题也不会很大,最多就是去取钱了嘛,那个时候他可以随便变一个理由,是说他强迫或者忽悠王阳去取钱的,王阳也就没啥事了。 只可惜,漫长的季节,中复卫军的担当,没有换来应有的结果,王阳还是死了,当时根据勘查,认为王阳是自杀。 第十一集里,王阳的尸体已经被发现了,那么王阳到底如何死的? 已知的是,王阳坠江的那一晚,他在桥上等着沈默,想劝说沈默去自首,但大家也看到了,李更熙饰演的沈默,不想去自首,他杀了岗伤和烟红,还砍下自己的手指。 如今,复卫军已经被抓了,弟弟已经去顶罪了,漫长的季节,中沈默的重生计划已经到了最后一步,怎么可能去自首? 因此,个人认为,王阳绝对不是自杀,总不至于上演什么王阳为了留下沈默,站在桥上,企图以死相逼,让沈默留下来。 结果跳江后,这次没上来,直接溺亡了吧,如此设定的话,就搞得王阳太棒扯了。 话说李更熙饰演的沈默也是磨争了,人家王阳有爸有妈,怎么可能轻易地跟着你一起逃亡? 再说了,人家不跟你走,你就数落人家,想多了吧?你也不想想,前脚你刚杀了港商,王阳经过思想都证明,都准备为你扛罪了,他要替你坐牢了,你还让他怎样?你能不能站在他的角度想想? 试问,王阳的视角是,刚处理完港商的是尸体,正准备后续事宜,结果发生了碎尸案,王阳找不到沈默了,都传备碎尸的是个年轻女性。 还是医学院的,你让王阳怎么想?这好不容易见到你了,你沈默却说你杀了燕红,还把燕红碎尸了,好家伙,换谁是王阳,都会重新审视一下,沈默到底是个怎样的人,是否值得自己去不顾一切的牺牲,王阳是想着及时止损了。 因此,漫长的季节,钟李更熙饰演的沈默没资格指责王阳,他要是及时收手,没杀燕红,复卫军替他顶罪了,他什么事都没有。 总之如今的沈默已经磨争了,彻底黑化了,他不再是王阳眼中的光了。 个人猜测,王阳的死,存在两种情况,一种是李更熙饰演的沈默感觉自己没有活下去动力了,就跳桥选择自杀,王阳健壮,也跳下去了,他奋力把沈默就上岸,但自己体力不支了,被病了的河水吞没了,又是大晚上,根本找不到人救援。 就这样,沈默一个人决定活下去,远走内蒙,王阳的生命留在了98年。 另外一种是,王阳不想沈默继续犯错,拖住了沈默,沈默和王阳发生了肢体冲突,沈默有意或无意,把王阳推下了桥,坠江后,沈默没有停留,一个人选择离开。 之前王阳从那座桥跳下去过,没有死,这一次,沈默也认为王阳不会死,因此没有实施救援,而是赶紧跑路了,而王阳这次没能再爬上来。 或者把沈默想象的更可怕一些,他就是故意把王阳推下桥的,他就是想让王阳死,只有这样,世上就再也不会有人说出他沈默还活着的事情,他就可以逃之夭夭了。 无论是哪种可能,王阳的死,都是沈默造成的。 王阳的人生啊,他要是没有见过沈默,或许就不会如此了。 沈默,他曾是王阳生命中的光,最后也成为了王阳难逃的催命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